在中国历史上呢 皇帝有很多 大小皇帝算下来好几百 但是皇帝们在艺术造诣上出类拔萃的 却是风光灵脚 而今天咱们说的这一位 写词 很厉害 低词地 谁呀 先来听一首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 雕兰玉气应游在 只是朱眼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很耳熟吧 就是他的代表作 相信您肯定已经知道 幻知说的是谁了 没错 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玉 咱们知道啊 李玉这首愚美人 文字凝炼 清新优美 表达出来的意境 却是一种汉人心魄的悲怨和沧桑 因为感人 于是成为千古绝唱 而就因为这 李玉被后人尊为第一词地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也就因为第一词地这个身份 李玉却背了一个千年的黑锅 这话可能有人听不明白了 怎么叫背了一个千年黑锅 是什么黑锅 五代十国时期 南唐是位于江南的一个小国 而就是在李玉的手上 南唐迅速被北宋灭了国 李玉本人结局也很悲惨 灭国三年之后 因为写了这首怀念故国的于美人 结果被宋太宗赵光义 赐了一杯毒酒 给毒死了 于美人成了李玉的绝命词 他的结局很悲惨 然而这样的结局 后世并没有多少人同情他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边 你天天写词 是吧 这是娱乐消遣 你写歌词嘛就是 你一个皇帝 整天琢磨着写词 你说哪有心思治国呀 在很多人看来 李玉就是一个玩物丧志的典型代表 而这个就是幻之所说的黑锅 实际上呢 事实上是咱们冤枉李玉了